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Michael、洛妍、小毛和我們一起說 實在太需要說運動 為何譚家齊不來和解題都可以幫到大家 上星期已經知道Michael已經說了一次 家齊不來的原因 三大優勢 這次原因是金歌兩個字 如果大家知道金歌的話 其中來自新氣質 他著名的詞 上當年金歌鐵馬氣吞萬里而虎 金歌簡單就是沒有仗、沒有事 即是在球場上爭先 比起打仗更好的意思 為何要提新氣質呢 就是因為某軍說文學組的女生比較有氣質 以及比較文學喜歡 譚家齊說要去參加文學一集 我喜歡這個 我會有很多次 祝他春夢了無恨 祝他在文學部一帆風水 喝一杯 他就說沒有空 所以他就要去參加氣質 但不知道文學組說甚麼 我們要賣關子 總之就是他過去 我們就繼續說運動和體育有關的事 之前其實上星期有說足球的事情都以後未盡 所以我們今天一說到的時候 都會繼續說和足球有關的話題 我們知道其實國際體育賽事 除了我們上星期說過歐洲足協 國際足協 即歐洲國家盃 或者世界盃之外 其實有很多很重要的國際賽事 或者國際賽事的組織 其實都是跟整個世界的大歷史有關 所以我很喜歡把這些賽事 雖然我們的理想是政治 不干預體育 但很多時候你不把這些賽事 或者組織放回大歷史 或者大的政治史的情境 是沒有辦法理解到為何會這樣 通常我們說體育史 應該有兩層的意義 第一層意義就是體育運動本身的歷史 例如我們說貝賽、奧運 奧運當然是一個很長的歷史 現代奧運由1896年開始 回歸雅典一直到現在 我們看到一個很長的歷史 現在還很慶合合 我們都不知道東京 是否真的可以完善地做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歷史本身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東西 另外就是作為一個看歷史的切入點 其實奧運會不會有獨特的東西可以展現呢 例如剛才Michael說 其實我們沒有人會想把政治擺進去體育運動 但體育運動從來都脫離不到政治 就像前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曾經說過 在他在任期間 他處理很多跟看似和奧運的體育運動有關的事務 其實90%的東西都是政治 而且他在座位那段長的時間都是政治 沒錯 說了一點之後 諾言可以發揮多一點 首先要說了一件事 就是XX與YY的問題 也只能夠拼一拼 如果之後再有機會說也好 就是XX不應該 在談XXX的時候不應該談YY 這句基本上是任何時候 討論任何場景的時候都可以做 譬如說體育運動不應該談政治 我們吃飯的時候不應該談政治 我們逛街的時候不應該談政治 在任何場景裡都可以用這句話 都可以聽到是 sound good 但 sound good is not good 其實是沒有說過任何東西 其實是我們用英文變粗口 不能說廢話 不斷說廢話的東西 其實沒有真正表達 用XXX就是signify nothing 沒有表達任何東西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我們說政治這個事件 其實可以在廣洋俠義有兩個解釋 政治可能在俠義裡 就是政治人物在議會 在不同的地方去談論專業的 和政治有關的事 但廣義來說 政治就是用孫中生的說法 就是眾人的事 他總會牽涉眾人的事 而體育就是眾人的事 他自然就是牽涉到很多不同的人的想法 所以其實我們處理很多事務 大大小小的事 或者日常生活的事 總會和政治是相互的 如果認為可以把政治抽離 成為一個獨立政治的東西 拿在手掌上去觀看 其實是完全做不到的事 所以談論歷史、談論運動 其實與政治是脫不離關係 阿卓妍說得非常好 我想補多一句 然後才下去 諾言到 其實就是國際的一些運動 尤其是我們牽涉到奧運 我們今集說 雖然家齊好像形體上離開了我們 暫時 但他的精神是在 他已經不斷重提我們 一定要說 就是壽終 即我們在座 雖然好像Michael 諾言也會 我們也會踢球 我們也會從事不同的體育運動 但我們不會去到世界杯 不會去到歐國杯 代表不到香港 又不會去到奧運 但其實這個運動 跟我們有甚麼關係 就是我們可能有一個國族的想像 我們會投入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會覺得 國家隊出戰 我們會否很支持 他拿到金牌 我們會否很開心 這些其實就是剛才卓妍說的 跟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加齊得千叮萬燭 我們一定要說壽終 即是那些體育運動 除了明星之外 跟我們有甚麼關係 其實剛才小毛老師說這件事 我會想起 除了壽終之外 究竟有誰可以代表自己社會 或自己地區 或自己國家 都是離不開眾人的事 即是今天我們用中國香港代表名義 去參與世界級運動會 由基本法講明 我們可以用這個身分去參與 在澳門的基本法 雖然有這句話寫明 但你會留意到 他參加完奧運之後 澳門的運動員 是不可以參加奧運會的 這亦牽涉到一些 澳委會的權力 要去疏到一些可能去席的時候 一些獨立國與非獨立國之間的 矛盾問題而衍生出的政策 我們待會可以之後的結束提到 我們提到現代奧運 今天我坐在這裡不代表嘉賓 大家一起分享 不是,我們覺得你是主角 主角… 我覺得現代奧運 我們特地穿五色衣服 代表來多元色 但我們也穿黑白熊 不錯 但我覺得現代奧運 經常提到一個概念 就叫做更高更強更快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 除了人體上 身體上 或者人類自己的追求極限的追求 其實都會牽涉到國家 自己怎樣在國際場景中 去追求一些更強的需要 例如某些小國 他可能通過某些奧運的項目 去令到全世界都知道 他是甚麼國家 他是一個… 怎樣可以在眾人面前 知道他的國家的特殊性 或者獨特性 有些地方就是 我們會知道 今年2021年 但是在搞的 叫做東京2020年奧運 大家會覺得 這樣搞到這樣 這麼不完整的奧運 都要搞 但是歷史告訴我們 一個很重要的地緣政治 是大部分的奧運 其實都是很不完整的 最完整的奧運 都是八百年之後 才慢慢地看到 真是全世界不同的國家 不分任何社會主義 或者資本主義陣形 或者不分國家 或者政治因素 而去參與奧運 也真的在八九十年代 才慢慢形成這個團體 所以我們看到 原來不完整的奧運 才是奧運本身的有趣地方 我們先抽出來 奧運會 因為盛事 我們必然有一集會說 但其實背後說的是 一些所謂的國際組織 或者國際這件事的觀念本身 其實國際 或者這件事 其實都是近代的產物 尤其是 真的要開始有 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大家發現到 再這樣搞下去 以歐洲為主的文明世界 可能都會滅亡滅絕 但我們可能要處理一下 一個更好的 一個國際之間的關係 不如我們會成立一些組織 就是慢慢去談一下 如何去調和 在歐戰前 是否沒有 國際組織都不是被紅十字會 這類的組織都已經成立過 但很明顯就是 國際或這件事 不是大家要關注 或者處理的問題 大家可能想 可能是列強的力量的問題 我只是要處理幾個superpower 或者我要怎樣打擊英國 那我就已經解決所有問題 但是慢慢發覺 原來持份者或參與者 在國際競逐上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些問題就要被調和 以及要處理 所以奧運會背後 其實我們處理的 一些國際組織相關的話題 是的 還有我們看國際大型賽事 其實可以看三部份去看 第一部份 為何要去比賽 剛才在內言說 小國告訴你 其實我不是這麼弱 強國告訴你 其實我是很強 第二方面 為何你要去看比賽 這牽涉了國族身份認同 國家觀念 其實我是他一份子 或者甚至乎我們稍後一些 一些例子可以告訴大家 令到多些人看 是可以對國家 特別是一些多衝突 多利益 不均勻分配的國家 可以有相當的凝聚力 第三方面就是 為何要搞 搞奧運 我們知道特別是戰後 日本為何要搞奧運 韓國為何要搞奧運 就是戰後我的重建已經成功 我的經濟實力很強大 所以這兩次韓國和日本 在戰後搞奧運 對他的經濟對力的彰顯 那個形象性是非常強的 還有08驚傲 是的 更加有 Michael說的點很重要 還有可以承接卓妍剛才說 譬如說 奧運會的那個舉辦 其實特別是戰後 你會看到有一種趨勢 就是他可能融讓一些 在戰爭位流下來的問題 未必得到解決 但可以得到消迷 舉個例很簡單 1960年是羅馬奧運 1964年是東京奧運 1972年是暮尼克奧運 這三個國家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是屬讀歷史 他代表著三個在二戰之後 他可能是趨勢出戰爭的 一些我們叫俗心國 但他們怎樣重投國際社會 而國際社會怎樣容許他們 接納 所謂reintegration 是的 就是利用一個運動會去解決一個 可能戰爭流下來的一些傷痛 這個其實都會是運動 或者是承繼古希臘 我們說奧林匹克在公元前八世紀的時候 其實他們要彰顯 除了好像剛才諾言說 要更加勁 要挑戰極限 要展現你的肌肉、美學、智慧、技巧等等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奧運會背後是一種人民精神 就是那種人類的團結 和盡量透過一個比較軟的位置 去解決一些很硬的問題 有趣的下一場就是美國和蘇聯 沒錯 就是80和84 當我們美好的一面是這樣的 但同一時間奧運也引含著另一面 譬如說我們有時會講一些戰爭的時候 會講軍備競賽 就是不同的國家之間去講一些軍備的領先 而軍備的領先 此前我們這些集數也有講到 其實一艘船如果特別厲害 可能會導致整個戰局可以扭轉 而奧運的有趣就是什麼 我比你更高、更快、更強 我的人會否比你更大 可能就會成為戰爭勝負的關鍵 各位觀眾好,回到第二節的歷史 是這樣說的 我可以借用一個故事去講 有關於這個運動會去銷獵 某些國際矛盾 就是一個漫畫我們叫做高達的G舞鬥傳 就是G高達 沒有毒啊 當然是毒啊 不要小看 我們都是從體育和漫畫為主 我們只是一個失落於體育和漫畫的歷史人 其實不滿身 博說論文是寫高達的 就是最好的 如果有人肯做就好 最好找一些日言幫幫忙 他就說不如我們不要再打架 我們就各自不同的國家和州份 做一隻高達的機械人 然後我們就通過機械人的戰鬥 一對一在賽場的公平戰鬥 然後打哪個勝負 就決定了那個國家代表戰爭就贏了 未來一年他就負責領導的宇宙 沒錯 而最正、最有趣的地方 因為這套是九十年代 而可以最冷戰的中間的風口位 是甚麼地方呢 是香港 而當時這套武鬥高達的場景就是香港 主要很多場景 以及很多輸歌著 例如他們最強的高達就是打的是Luv Luv拳 即是一隻藍隊高達 所以那個也代表著一個很瘋狂的想像 即是作為一個動漫的想像 當時機械人動漫想像 當時是一個瘋狂到不得了的想像 而連高達的系列自己都跟進不了 所以之後都回到一個比較正常的狀況 代表著大家對於運動 可以解決某些問題的想像 在社會上是有存在 所以剛才你說對於運動的想像 如何用運動 其實有很多方法 我一般來說 用今日的角度看我們去運動 我們參與國際比賽 個人名妖 最多可能幫國家爭取名妖 個人強身健體 娛樂、蕭遜 但在歷史很長的時間 其實運動不單是幫個人強身健體 可以是一件救國的事 如果我們看中國的情景 就是很一樣 因為其實你知道 在有一場戰爭改變中國歷史 或者改變東亞的歷史 就是鑑五戰爭 在鑑五戰爭之後 大家都夢醒 大家知道有些事是需要向外面學習 特別是需要向西方 或者透過日本去進行西化 我們知道其實體育這個字 本身不是中國自己的詞匯 在日本引入 根據前輩學者 在《徐國奇》一本很好的書 《Olympic Dream》 裡面講到體育這個字 從日本引入 即是梁啟超和其他學者等等 開始講體育的時候 不是叫你消遣娛樂 或者自己強身健體 是體育救國 因為他們將體育和所謂的軍國民主義 或者尚武的精神擺在一起 他們覺得自己身體強 國家強就能夠打退外敵 甚至女人為何不應該再扎腳 因為不能運動 女人身體強才能生出健康的嬰兒 才能夠救命 我跑步比你快 我自然在戰場比你快 沒錯 有這樣的想像 開始在歷史大情境 中國在晚清民國的時候 開始留意西方人究竟玩甚麼運動 令自己所謂剛才卓言說 好打得 當然當時的情景就是 有租界、條約港的情景 有很多外國人來 但中國都主動請很多外國顧問幫忙 其中一個可能很多人忽視 就是在中國 大家知道在三、二年參加奧運 樂冊擊奧運之前 他怎樣去準備自己去參加奧運 參與世界體育賽事 怎樣用西方方法強身健體 有一個角色很少人留意到 就是基督教青年會 其實在二十世紀初一直到中國 能夠第一次參加奧運的時候 那二十年 其實基督教青年會 相關的傳教士 其實在中國是負責幫忙 推廣西方運動 甚至積極參與 幫當時的晚清 後來就是北洋政府 搞第一、二屆的傳聞會 一零年的傳聞會在南京 一四年的全國運動會在北京 當時很有趣的 當時的裁判 甚至很多工作人員都說英文 官方文件是用英文的 直至第三屆傳聞會 才可以說是由華人自己搞 亦都是透過這些傳教士 或者基督教青年會 去推介中國是最後加入 即是奧運的理事會 幾個成員 但是中間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都要教中國一個很艱苦的過程 你只要自己 拿出全國精英在全民會 他搞得最好 然後不可以馬上送去奧運 送去一個叫遠東運動會 遠東運動會 其實亞運應該是前身 當時亞洲最強的運動的健將 大家知道日本、菲律賓 菲律賓 菲律賓是美國自民地 你要在遠東運動會有好成績 才可以參加奧運 所以在傳教士中間的角色 很多人都忽略了 但是當國民政府成立的時候 整件事就由國家接手 你知道他們又有新生活運動等等 對於體育的追求 對於體育愛國的追求 你們可以看到在全民會上 蔣介石的支持 都說大家打好一點 我們可以驅除外敵 我們可以救國 全部都是用一種國家建構 救國來看體育 來參加國際的盛事為一個目標 是希望救國的 補充一點 就是當時參加遠東運動會 因為最早比較接受基督教教育的地方 是香港 所以有很多中華民國的代表隊 當時去到遠東運動會 其實很多都是香港成員 很多香港球員或香港運動員 在香港讀書 然後幫忙參與 當時有中國隊去參與遠東運動會 其實你知道 在一多年代的遠東運動會 其實香港的足球員 是代表當時的北洋政府參賽 甚至乎去到1936年 當國民政府可以參加柏林奧運的時候 香港有一個叫美人魚 希望可以找到這幅圖出一個美女圖片 楊秀琴 就是楊秀琴 一個在香港出生的 一個非常出色的女泳手 她在1936年參與柏林奧運 這位在螢光幕最右手邊穿著泳衣 她在遠東運動會拿得很厲害 她在遠東運動會很厲害 然後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林芯接見她 然後代表當時的政府 參加1936年的奧運會 不過在此之前 這是第二次參與奧運 第一次的奧運會 都值得說說 因為這個不可以不提 跟政治是非常有關係 因為第一次參加奧運 大家知道中國是參加田徑 大家不要以為田徑是白人壟斷的賽事 其實第一次參加田徑 而這位叫劉祥 不是劉祥 劉祥春 劉祥春 雖然她的樣子有點像劉祥 我覺得 大家可以看看她的樣子 或是她起跑的英姿 不過她的參與其實都很所謂 因為原本日本當時在1932年宣布 會派她代表滿洲國參賽 因為她是東北人 但她已經移居到北京 她立即說我不會代表你 原本國民政府當時說 我不夠錢去參加當時的洛杉磯奧運 但就是因為日本說會派她代表毅滿洲國 立即籌錢 當時張學蘭捐了八千元 再加上其他商家籌錢 讓她坐二十一日船 單刀附會 代表中國去參加一百米、二百米和四百米 所以你看到整件事她為何可以參與奧運 並不是因為強身健體 也並不是完全因為救國 因為救國也沒有錢 就是因為日本滿洲國要派她 所以因為地緣政治 所以勉勉強派她 但當然她回來 大家都很擁戴她等等的情況 這幾年有很多中國電影都寫回她的故事 沒錯 但你看到整件事是跟整個中國 在晚清民國的所謂恢復國力 對付外敵等等的意識有關 我覺得Michael說這點極重要的 就是一種強國想像 特別在當時中國的確還處於 一個列強頑治的時代 國家其實還是屬於一個比較積弱的時代 怎樣可以在一個國際的體壇上 有些噪音出來 其實很重要 例如看到劉長春的故事 楊壽強的故事 同時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看電影要看梅蘭芳 看波要看李慧堂 李慧堂先生 1936年代表中國隊 我才想說李慧堂等幾年 李慧堂 不是李慧堂 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她的想像性是很強 強到怎樣呢 即是回應剛才很毒的Gundam 我都有一個很毒的反 一旦就叫做LinglingEleven的遊戲 我想大家都玩過 我有經典的足球遊戲 經典的足球遊戲 這個經典的足球遊戲 可以有一個Eddy的功能 大家有否用過去創造球員 例如創造自己 然後加盟這個馬德里體育會 是我經常做這樣的事 但最棒的是 其實在2008年北京奧運的時候 其實中國要透過奧運去彰顯軟實力 還有國際影響力的時候 有一些已經上了神台的神台級的運動員 就會馬上拿出來 李慧堂先生作為一個中國球王 當然會拿出來被標據 那時候網絡上討論區 那些玩LinglingEleven的玩家 就added了李慧堂出來 很棒 你也知道球員有很多 速度99 加速99 射速99 射門力度99 你會看到那種想像是投射出來的 整個受眾 接觸體育資訊 以後對體育和國家強弱的想像 會透過電話的普通文化文化 去展現出來 這裏就很棒 不過事實就是因為搭船 搭了一個多兩個月去柏林 水兔不服 第一場中國隊就對英國 輸了0比2 輸了很少 對 所以當時就已經遇到輸 那些報紙就很厲害 中國隊很厲害 奮戰 最後對著這個現代足球起源國 英格 恨飲恨 上屆的時候 我在阿根廷等 阿根廷輸給法國4比1的時候 大家都說阿根廷很差 之後法國連續橫掃幾場的時候 我們就說一句 原來阿根廷不是很差 也不錯 就是這樣 早兩屆世界盃 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 參與世界盃 第一場就對很強的對手 打打一下 中間直播就斷了線 因為… 因為已經是落後 很厲害 戰績已經慘不忍倒 對 但我想特別說 為何運動的追求 剛才提到三、四十年代的 context 是一個… 同時也有很多… 不僅是國家追求對抗列強的想法 亦是一些個人 希望去尋找自己的 identity的想法 其實我們會提到一個例子 就是韓國的孫基正 其實我和小毛以前介紹過它 在另一個節目 但是另一個節目 可能看不回來 是要找一些方法才能看得出來 那叫韓國乾坤四為由 有興趣的朋友私下聯絡我們 甚麼 沒有,我們沒有繼續 有這種事嗎 沒有,我自己做一次給你看 我們去了一次 你請我去,我們做一次給你看 不過孫基正的身分很特別 雖然你見到姓孫是韓國人 但其實1936年拍攏奧運 他代表著日本 這個日韓之間的矛盾 已經正正反映著國際體壇 怎樣和政治有關係 剛才說了很多事情 就是一些藥國在這種情況下 怎樣去表達自己 其實簡單一句就是不服氣 怎樣在錄音場 或者在運動場上 甚麼就要出氣 我們說國際運動本身 就是讓藥國出氣 你如果在運動場 都不讓我們出氣的話 我們怎樣可以繼續活下去 各位觀眾好 回到第三節的歷史是這樣 上一節都說到 在運動場上 就是恩怨情受的地方 不服氣 有甚麼情況可以表達自己的心聲 例如觀眾、旁觀者 在看球場上 都會表達各種各樣自己的想法 這其實是一個 不感覺自古以來 但跟運動本身 真是漫長時候來講起 羅馬競技場本身就是這樣運作 但要說多一點 就是那個球場 亦都表達了很多情懷的地方 例如國家隊 很多時候大家集中去關注 喜歡的隊 就算任何一個運動 我們都會支持 例如有些運動隊 我們從我觀察所得 經常被人批評 例如國足 每個人都說 中國隊好啊正啊 中國足球 女子好啊 男子的時候 大家就有些情緒 就會表現出來 這個幾乎是有 大家的地方 都有一個共識 所以你看到 我們會將很多的情緒 表達 愛之心恨之處 擺在很多的運動 我們對那個運動 越大的希望 我們對那種表達 就會越強烈 所以運動也都代表著 一個叫愛國的心情 或者國民的心情 宣洩後 如果那些位置做得不好 可能會很嚴重 十四億人 經常找不到二十二隻腳 來踢球 都很有困難 經常被人批評 就是這句說話 但這句也反映著大家 為何會投射在足球運動裡 因為運動場 特別在國際運動場上 是一個國族的成績 一個很重要的表述 一個機會 一個transcript 我們剛才提到孫姬征 我們提到 其實1920年 韓國成立了大韓體育會 當時是主要的韓國裔 即是朝鮮人組成的體育會 因為我們知道 澳南方委員會 不一定跟國家有完全掛掩 當然有很多的互動 大韓體育會是 就是朝鮮人在日本總督府的民間組織 所以當30年代的時候 其實他們培訓了一些不錯的運動員 但其中一個條件 就是你只能代表日本 所以沒有辦法 我也希望借這個機會 去展現自己的實力 朝鮮人是不同的 所以孫姬征 我們可以看一幅圖 1936年去參加柏林奧運會 成功代表入獲得馬拉松的軍 很帥 另一位貴軍還是亞軍 都是日本的選手 但孫姬征拿了 但如果我們看當時比較 親朝先人的韓國報紙 《東亞日報》 我們會看到那幅圖 名牌的樣子有點不同 中間那個… 批了 以前的Fotoshop 批了 批走了 批走了一些東西 以來其實他掛在貴官的時候 故意遮掩著眼睛 好位復仇者聯盟 是 你看到韓文中 就是 我們的孫君 榮譽的我們孫君 他代表著朝鮮人的身份 孫希正後來成為了韓國 無論追求申請漢城奧運 或參與奧運不同的活動時 是一個很重要的領袖象徵 但同時在三十年代韓國 朝鮮人在遠勝地對抗殖民地 對抗殖民主義時的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當然後來東亞日報也被人拉人封艇 因為始終牽涉到日本的殖民政策 但可以看到韓國在體育上的追求 不過我想特別提及 三六年柏林奧運是很突出的一件事 其實不是為何突然中華民國可以參加 日本其實是當時最唯一 一個比較經常參與奧運會的亞洲各界 所以孫姬精神可以借這個機會去柏林 但其實柏林不是很多名將去參與 結果德國當年獲得很多冠軍 而當時希特勒在舉辦柏林奧運時 說明40年我們會交給東京 以後所有奧運會都會在柏林舉行 這是代表德國對於統治宇宙的信心 因為這個表述是很棒的 而且三六年的納粹德國 真的非常欣欣向雲 欣向雲到歐陸的其他國家 會認為他們那套可能是正確的 只會懷疑他們真是這麼厲害 可以大家傳聞人人有輛車 傳聞放假 工人可以坐郵輪去旅行 他們創造出了巨大的強國想像 三六年的奧運就是一個點火 美好的亞利安人 所以我們經常看戰前的歷史 我們不可以用戰後的軍事歷史 或軍事衝突的角度去看所有事情 德國、日本當然你今天看 戰前一定是大家攻敵 歐洲攻敵德國 亞洲、包括韓國、中國攻敵日本 但你這樣看是用戰後的角度 去看戰前的事 其實戰前一方面 你知道亞洲國家特別是韓國、中國 都知道他有野心在區域上 但同時你又不可以制止自己 用他的模特兒去做很多事情 因為他的模特兒當時代表現代化的模特兒 他還未打人,你不覺得他錯 就算我知道他會打 但你也忍不住學他 譬如說最早期的民國時候 其實晚清開始 晚清民國去廢科局改學制的時候 他們的體育課程 很多是用日本的體育課程 他們搞全民會的體育項目 很多是很有日本的認知 譬如我們看一幅圖就知道 這幅圖是一個體育項目 有一群球員在打甚麼呢 全運會,不知道今天有沒有項目 應該沒有了 就是全運會打棒球 棒球明顯是受日本影響 而這群人身上寫甚麼字呢 就是香港 1930年的全民會 香港派對參加 是贏了棒球的團體錦標 所以這些歷史大家可能忽略了 所以你一邊就咬牙切齒 說他有區域的野心 但同時他做一些事 你又沒辦法不受到他的影響 不過當時柏林奧運有一個很大的成就 亦在挑戰亞利安人神話 德國人的神話 其中一個是美國當時的田徑選手 是一個黑人 成功地拿了金牌 亦是當時刺激了德國人的夢想 好像我們想的那套東西會有些挑戰 當然很快這個想法被人禁識了 後來就全面戰爭 所以有些野史說希特拉黑臉 他以為全部的冠軍都會是 這個得意志拿了 他厲害了甚麼 他說完,他自己也信了 我們看到奧運 剛才Michael開始的時候 我們說過 除了怎樣參與受眾之外 其實另一件事就是奧運怎樣舉辦 舉辦怎樣跟國家的關係很重要 我們看到例如1988年漢城奧運 你看到剛才Michael說過 東京追求經濟恢復的景氣 韓國的漢城奧運告訴你 我怎樣克服了殖民地的歷史 然後新村運動之後的經濟成效 當然亦受到外界的壓力 他就被迫民主化了 這就是漢城奧運的成績 但其中一個很微妙的 就是我們怎樣通過運動會去建立一些 小國或中型國家的identity 我就把我厲害的項目 放在作為一個競賽的選擇 因為除了大巷 還有小巷可以主辦國選擇 所以當年一個表演項目 就是跆拳道 後來跆拳道成為了 國際供應的運動 所以你看到日本會將油道作為競賽項目 空手道作為表演項目 在六四年的時候 這亦是將其他人贏得 不如把我贏得出來 所以就出現了這些情況 這裡也可以說回一點 就是運動體育項目本身的地區 就是在我們平時討論運動的時候 我們經常覺得運動就是全球普世 人人都可以參加運動 但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忘記 很多運動本身就是有它發展的歷史 它是屬於某一座文明的 或者某一個地區的 或者某一個國家的一些專有的項目 譬如上一星期我們講足球的時候 其實英國明顯它很強烈地覺得自己 這個運動是屬於我的 你們是學我、參考我的 所以它的不服氣是來自於 它認為這是它自己的運動 還有一個講到 大家會將運動本身是屬於我的東西 放進去給大家 而這個東西既是競逐話語權的過程 就是說我放在大家的時候 我就是頭去處理 而第二件事就是一些運動 如果一個國家很強力地長期強勢的話 如果的國家亦都會成為了某一個障礙 例如冰泵球 中國經常是非常強勢 而導致這個問題是甚麼呢 很多冰泵球不同地方的協會 覺得你這樣打我們真的會無法替你打 不如我不替你打 你自己贏了就算了 所以很多冰泵球的改例 在近十多二十年 經常大家會認為對中國選手不利 但是那些政策或制度也都是中國贊成的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它希望令大家平均一點去做 而你會見到在乒乓球的面外 中國的輸出球員非常多 輸出到就像是自己打自己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就是維持著所謂地區項目強勢 變成一個相對國際化的比賽 而成為一個大項 所以如果太偏門 太成為某個國家的專利 那些運動也未必是有效 其實剛才諾言和卓言說到 其實我們看奧運牽涉到很多國際博弈 以及一些國際規條 或者對於體育想像的運作 剛才諾言說到88年漢城奧運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次奧運會 我們之前一兩節都提到 那是一個相對完整的奧運 如果我們說國際的運動會 其實牽涉到可以看到一些國際視野的視野 我們可能稍稍把時間推回前一點 我們會看到一些更加重要的東西 譬如說冷戰 即二次大戰之後的冷戰的氛圍 怎樣影響到整個體育運動的發展 我們會看到幾屆奧運會 是有很獨特的一些面貌展現 譬如七二年的莫尼克奧運 我們大家都知道發生了很不幸的事件 即是這個恐怖組織刺殺以色列 沒錯 所以你也看到其實 東西方世界的一些角力 或者政治甚至軍事衝突 是會帶入了以色形態 進入了奧運會 另外就是80年的莫斯科奧運 西方世界的杯葛 然後引來的就是84年洛杉磯奧運 這個共產主義陣營的復仇 但是同時中國就回歸奧運會 沒錯,是否來了70年代之後 這個冷戰 我們知道小球轉動大球 乒乓球轉動了整個地球 然後令人意料不及的事發生了 中國就進去了 但是蘇聯作為老大哥的那個陣營 就杯葛了這個洛杉磯奧 1984年我們看到中國的女排 我都喊了 那是甚麼,我沒有看過 不知道是甚麼 你未輪迴,OK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那個作用 而那個冷戰的氛圍 是會令你眼花撩亂的 譬如說去到90年代初 我們知道蘇聯解體後 曾經有痰花一件叫獨聯體的東西 但奧運 我問這是甚麼組織 我都未搞清楚 他又已經倒閉了 已經消失了 已經消失了 然後又有一大堆國家出現 所以你看奧運的歷史 可以回顧整個世界史的一個視野 用體育作為設立點去瞭解世界 還有一個小朋友 小學中學的狀況的時候 奧運的獎牌榜 那就是國力榜 那就是哪個強哪個弱 你就會看到 其實背後代表甚麼呢 就是很多時候 戰爭在後冷設格局的基本上很難發生 但體育場上的戰爭 可以經常出現 各位觀眾好 回到最後一節的歷史是這樣 譬如說到奧運和集體回憶 大家的情感有關 我相信都要尷尬地說老一輩 可能大家都有印象 就是1996年李麗珊 拿華龍蜂風帆奧運的一次印象 當時我在讀書 你應該都可能在讀書的時候 我應該在謀生 已經謀生 我不知道 1996嗎 1996在讀書 在讀書的時候 在當時 不知道讀甚麼書 隨便吧 溫書也好 溫甚麼也好 總之就是溫東西 我們是很密地在電視看轉播 大家很關心每一天的狀況 基本上我們聽到一個字 是經常重覆的 基本上一天會聽二、三十次的 就是有沒有風 今天是有風 本人沒有風 有風 沒有人風 李麗珊擅長 有沒有風 大風、小風 成不成功 差多少 第幾名 大家經常很關心這個項目 最後他成功拿了金牌之後 大家的印象是相當深刻 然後漫長地關注奧運和奧運的相關項目 這件事很神奇 我連水都不懂游 為什麼會關心風範呢 因為香港的事 我經常都說帆船風範和滑浪風範 我都沒搞清楚 但都很支持他 對 你對 所以當時很搞笑 記得李麗珊說的故事 有人問他參加美國帆船賽 他說他很會有禮貌地回 但我是滑浪風範的 這個漫船賽並不是很高 你又有一個環道印度洋漫船賽 所以大家可以說是盲目之詞 但那種盲目顯示了 我的地方很少 但我可以很強大 這件事對於奧運會 或國際體育賽事 不只是對大國的關係 對小的地方、小的區域 都是很大的關係 可以說一個例子 都跟香港人有關 香港人每一年都差不多會見到他 就是飛濟 飛濟的故事其實是妻孫的 飛濟地方小 太平洋島國 少於一百萬人口 他是英國殖民地 70年獨立之後 這個都很普遍 英國退席之後 那個地方是永無寧約 有種族衝突 主要是因為當時英國帶去的 有印裔的飛濟人 主要是從事借塘員的工作 以及當地土生土長的飛濟人衝突 由八十年代中初開始 都已經有幾次軍事政變 他原本借塘生意很好 但因為退席之後 市場沒有了 要靠旅遊業 但不斷有軍事政變 搞得很不行 但他們的政府也有一條計劃 他告訴別人 其實我們飛濟旅遊很好 我們有四個R 是我們核心的價值 第一個是Ritualism 即是油長的特色 第二個是Royalism 就是我以為是去籍之後的 舊籍民地 有些英國的風 第三個是religion 宗教 第四個是Rubby 他們終於以Rubby 輸出自己的國際形象 其實也是艱苦 可能香港也不知道 最近10、20年 在香港打的Rubby Sevens 大家覺得派對也很開心 看到很多球員 但其實七多年已經在香港打的Rubby Sevens 但當初沒有人理會 其實Rubby Sevens 如果大家有打Rubby 就知道 其實等於我們踢球 你現在我原本踢11人的大場 你要我踢7人的場 踢4人的地 我當然要問你 Rubby Sevens就是等於7人的場 因為Rubby理論上要15個人打 每節40分鐘 Rubby Sevens要7個人打 但每節15至20分鐘左右 最初沒有人理會 但因為隨著香港的經濟起飛 多了商業贊助 變成一個國際城市 但非製就靠著這個設入點 就在香港其實贏了十多年 但其實最關鍵就是 當Rubby Sevens在香港 有時真的講國運 就吃著香港經濟起飛 多贊助 成為國際城市 結果連國際的籃球總會都很關注 在2005年搞了籃球世界盃 飛制拿了冠軍 當時很重要 對這個國家來說 當時飛制的首相都說 這件事我沒有船堅炮來 去征服你 我沒有經濟特力去籠絡你 但我有我的特殊技能 就是我的Soft Power 希望你可以嚮往我這個地方 嚮往我這個價值 令到飛制透過Rubby在國際舞台 發光發亮 最特別的是 這班拿了世界盃冠軍 回到飛制 我們可以看這班球員 他們回到飛制 出了一個七元的紙幣 來紀念它 因為Rubby Sevens 另外看飛制 如果懂得看飛制打球 不知道應該讀飛制 我們會知道色體不只是看球 是色體看跳舞 因為他們太平洋島國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每逢打球前都會跳民族舞 同時間用來宣揚自己的國家 亦都是民族舞在戰爭前 去嚇怕敵人的舞 但你見到民族舞跟新西蘭不同 新西蘭那個叫Hacker 他都叫CBI 所以他們是一個很典型的小國寡民 如何透過國際競技 去輸出國際形象 令自己可以在國際舞台發光發亮 是一個挺感人的例子 戰舞是很吸引的 以我所知 印第愛人都有類似的戰舞 亦有說過在真的打仗之前 展示一下自己的實力 就像小鳥展示一下羽毛 其實是嚇怕對手 或者令對方震懾的一個有效的場景 如果你真的有看 看見他們大隻雷雷的話 我也是不想跟他們打 你問我 但這個很好笑的 就是看Rubbie Seven 你看他跳戰舞固然好看 你看對方不跳戰舞的隊員 那個尷尬的樣子是好看的 我最喜歡看的是他對澳洲 澳洲的人站在那裡 因為大家停下來 他在那裡跳 他又不知道動好不動好 看你好不看你好 他在那裡跳 你不在那裡跳 其實那件事挺尷尬 這裡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傳統的文化 怎樣跟現代的體育掛勾 所以日本有一個故事很有趣 大家可能都知道 日本古代都是踢速谷 中國式的足球 現在都還在流行 在京都他們有這個速谷祭 七夕節的時候 就拜了一個速谷神很出名 十二世紀的人叫做藤原承通 日本國足 即現在他們的國家 男子代表隊 每次出征前 都會去拜一拜 藤原承通 但問題是他踢現代足球 藤原承通是踢速谷 白打白腳圍著踢球 所以日本的成績 都沒有看到神明的保佑 不是不保佑你 就像關公一樣 夠不夠說 每個人都要我保佑 所以偶爾有幾個好 偶爾走出來 人家覺得我很靈 但聽完承通就說 我幫不了你 你踢現代足球 最近有一個小國 通過游泳去告訴大家 我們都可以透過國際體育 令自己國家強大 那個叫新加坡 有個小朋友叫做上學 就拿了一個金牌 其實在七十年代 新加坡已經有一位女孩子 叫孫寶寧 拿了亞運的金牌通過游泳 其實新加坡獨立之後 他們要尋找一種運動 令自己國家去追求現代 告訴大家 這種現代的文明 是由我們新加坡執政黨去比例 不再是英國式的 所以英國式的足球、籃球、板球 我不是很鼓勵 所以新加坡的足球不是很明顯 但它需要一件事 令到新加坡人去追求的運動 而令到他們專注 同時令到他們覺得 這種是精英來的 Elite class 那樣東西就游泳 那有什麼方法去鼓吹這件事 就是在所有一些新市鎮 在內佛市方以外的地方 例如Queenstown 紅毛橋 這些新市鎮 全都建了國際級的游泳池 去鼓勵小朋友、大人去游泳 所以游了幾十年 你看到新加坡是很 proud of他們的游泳隊 新加坡的游泳隊是東南亞 甚至亞洲是數一數二 這變成了新加坡到今天 通過國際活動去凝聚自己國家 亦都告訴國民聽 我們的執政黨 如何令到你們去建立自己的 一套屬於新加坡的現代運動的精英表現 我們提到很多國際性的運動會 新加坡當然會參加 例如東南亞運動會 但其實我們附近身邊都有很有趣的運動會 曾經在澳門舉辦 即是第一屆的 就叫做浦語系運動會 浦語系運動會 浦語系運動會主辦方 不是葡萄牙 亦不是巴西 你看到2014年那一屆 是由國雅舉辦的 國雅舉辦即是印度舉辦 印度說英文 有說龐姐、浦語 有說凱里卡拉印度 不是英國殖民地嗎 對 但國雅曾經是葡萄牙人管治 也會看到一些不是葡萄牙殖民地 但跟葡萄牙有影響 例如斯里蘭卡 還有一些例如 我有個學生在那裡讀過書 在澳門教過的 是佛德國 佛德國就是在葡萄牙下面 在藍燒之旗就是佛德國 講完都不知道在哪裡 我用這邊 有巴西等等 這些國家在2006年 去了澳門參加 在2010年在葡萄牙舉辦 巴西舉辦 在2014年在果雅舉辦 你看到整個葡萄牙系 很明顯不是我們熟悉的國家 但主辦方不是葡萄牙 也不是巴西 而是中國 中國希望借這個運動會 去拉近這些葡萄牙系 特別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國家 你看到非洲的國家 全都是非洲二、三線 即是莫山比克、安哥拉等等 而那堆就是大海時代的葡萄牙 都是完善 沒錯,正是他希望借這些運動會 去用澳門這個平台 去拉近跟這些國家的關係 去作為一些經貿 或者長用一些所謂的葡語去合作 但最重要的是什麼 中國、澳門裡面 是沒有什麼人會說葡文 但這個就是葡語 是運動會的辦事處所在地 不要緊要,適用其實很好用 我本來在99年前 以我所知都有學葡文的學校 那些學校是他們讀的時候 也有確認 因為你要認識葡文 才可以做到當時的澳門公務員 所以有一批人會讀 我也有一些親友在那裡讀葡文的學校 也有一些親友在讀華文的學校 也有兩種不同的學校 葡語系運動會最初的參考 就是來自英聯邦運動會 英聯邦運動會成功舉辦之後 法國人又不抵得 就做了一個法語系運動會 你見到其實語言之間的角力 也都是微妙地通過這些區域運動會去造成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展現 樂妍帶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上來 說明了其實我們很多時候認知 所謂奧運裡面 我們都會用一個國族想像 用國家做出發點 但其實除了國家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社群組成的元素 譬如說語言、文化傳統 好像匪製 會有一些很強的歷史傳統 會滲入到現代的體育裡展現出來 對,所以說什麼語系都可以有運動會 其實語系都可以有運動會 對,語系都可以有運動會 有語系的厲害 實際上真的有 例如散港杯就是最棒 為甚麼散港杯這麼棒 就是因為散港杯在球場邊罵人 對面是聽得懂的 你可以不斷罵的時候 你會看到對面的人脫腳 不得了,大家求民一定要支持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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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